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耶稣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盼望 今天早晨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耶稣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将一切尊重都归于我主 你的祝福无法测度 靠你能力 我能胜过世界 而我不再看过所有陈旧 如同手中城堡 一切奖上都不能够 与你的灯爹上灵 耶稣基督 我的利靠 你的十字架 是我永远的荣耀 神明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 以你恩典 是我的心生命 你的怜悯 触摸我心 让我软弱 能够变为更强 让我软弱 能够变为更强 而我 这一生别无所求 我愿全心荣耀耶稣基督 我的利靠 你的十字架 是我永远的荣耀 你的十字架 是我永远的荣耀 神明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耶稣基督 我的利靠 你的十字架 是我永远的荣耀 神明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耶稣基督 我的利靠 主 祂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基督 我的利靠 神明每个气息 都是属于你 天悌的荣耀 祂是我们的利靠 神明每个气息 都被摸在你 祂是我们的利靠 祂是我们的利靠 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我的力量 我的盼望 是你我主 是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就是我们的盼望 耶稣今天早晨 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我们赞美你的名字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天父我们仰望你 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 让我们每一天靠着你的恩典 靠着恩典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列王记下七章三到四节 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说进城去吧 城里有饥荒必死 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也必是死 神不能够使用带着否定信心 否定思想的人 不管你是王是君长 或者是达官贵人 当一个人被否定的思想所限制的时候 他就会错过了神的恩典 但是相对的 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撒玛利亚城被回 生命这么大的绝望的时候 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是在城门口的 因为长大麻风的人 是被社会隔绝的人 没有办法进到城里面去 所以他只能够在城门外 城门口在那里过生活 大麻风的人是一个很羞耻的人 在这个社会中间 大家看他们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也是一个对人生绝望的人 但是这四个长大麻风的 固然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人 可是不管一个人怎么绝望 不管一个人怎么羞耻 不管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生命 多么没有盼望 但人在生命的最后 人还是渴望能够活下来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能够活下来 所以这四个长大麻风的 他们自己明白 他们坐在城门口等也是死 若是进到城里面去 里面也是饥荒 最终也是死 坐在这里不动也是死 于是他们在绝望中间 他们有了一个非常有创意 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 他们决定去投降亚兰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在绝望中间 再怎样还是想要活的 他们做了一个放手一搏 他们觉得去投降亚兰人 或者还有活下来的机会 反正你留在这里也是死 进去也是死 放手一搏 他决定去投降亚兰人 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一个尽头 很多时候向神投降 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自己在乡下长大 一路都是在拜拜 拜了28年 拜了28年 我的人生越拜越绝望 在我28岁的时候来到台北工作 我的人生非常的绝望 就好像那长大麻风的人一样 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的 是一个羞耻的 我觉得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就像蝼蚁一样 有我没有我都一样 所以这么年轻28岁往前面看 好像看到了人生的终局 好像最多也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 当有人传福音给我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这话你想不想改变你的人生 我怎么不想 我超想的 只是我试过了各样的方法 终归还是突然 好像人又回到从前一样 但是那个时候他跟我说 你相信耶稣 耶稣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其实那个时候我心里想一想 其实我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也是等死 拜拜 拜了28年 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如果你拜了28年 你觉得再拜10年会怎样吗 28年都过去了 再拜10年还是一样 所以回头看也是没有路走 所以我当时就想放手一搏吧 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故事 从来不明白信耶稣是怎么样的回事 但是当好同学跟我说 你要不要信耶稣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 反正最多就是没有用而已 反正信了也不会掉一块肉 而且我那个时候人生很绝望 我就放手一搏 所以死就死吧 我就信了耶稣 我想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糊里糊涂 放手一搏 只是觉得拜拜 拜了28年没有用 人生不能停在这里 我决定信看看 没有想到就这样一信之下 我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后来还变成牧师 开始传扬福音的好消息 当时真的就是糊里糊涂 在绝望中觉得说信就信 谁怕谁 就是这样子 神改变了我的一生 就好像这四个大麻疯的一样 当这个四个长大麻疯的 他们决定投降 于是他们开始 往亚兰人的营帐那边去 所以他就去了 真的很奇妙 当他们去的时候 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 要向亚兰人投降 可是就在同一个时间点里面 在亚兰人的帐户里面 却发生极大的事情 看到他们听见 不是四个人的脚步声 他们听见的是千军万马的声音 一定有一个负面思想的人说 想说你听这千军万马的声音 是不是他们联合埃及的军队 什么军队来攻击我们的 快跑 一个人说快跑 所有人就跑了 同时间发生的 所以亚兰人真是落荒而逃 衣服也没有带 金银也没有带 他们的粮食也没有带 通通都跑了 其实只有四个人 而且是要来跟他们投降的 所以通跑光了 所以这四个长大麻疯的 进入到营帐里面一看 有食物 有金子 有银子 有衣服 他们赶紧吃 你能够理解 他们饿到什么样的程度 赶紧吃 吃完了 赶快收金子 收银子 这个帐篷吃完了 喝完了 衣服藏起来 金子银子拿起来 还有下面一个帐篷 也是一样的状况 里面的人都空了 所以同样的 又吃又喝 还有衣服 还有金子 还有银子 都收纳起来 当他们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候 他们突然想到不太对劲 我们在这里吃 我们在这里喝 我们是这样的快乐 可是他们突然想到 这不是一件好事 今天是有好消息的日子 在城里面 在撒玛利亚城里面 还有千千万万有多少的人 他们仍然在那里绝望中间 在那里挨饿 在那里饿肚子 甚至连儿子都煮来吃了 到这种悲惨绝望的光景 我们四个人在这里吃吃喝喝 还拿金子拿银子 还收藏衣服 我们应当要赶紧 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回去报告这个好消息 于是这四个人 就回去了撒玛利亚城 去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 神使用了撒玛利亚城里面 这四个最卑贱 最羞耻 最可怜 最边缘的四个长大麻风的 神使用了他们 拯救了整个撒玛利亚城 神没有使用君长 神没有使用君王 神使用了这四个最卑贱的人 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你知道耶稣常常使用这些 这些最软弱的人 表面上看起来最绝望的人 可是他们有一股信心 他们比那个君长更正面更积极 即使一个人到这样的光景里面 他仍然保持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 坐着也是等死 回去也是死 不如他们去投降亚人人吧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有一天我们向神投降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人生 开始经历神恩典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到 很多的时候 我们一生依靠自己的刀剑 依靠自己的聪明 好像这也不可能 那也不可能 你说这不可能 那不可能 真的让你做起来了 你又骄傲得不得了 所以不是很骄傲 就是很自卑 可是这四个大麻风的 他们在人生的困境中间 他们是正面 他们是积极的 他们不愿意在那里等死 他们选择 他们向亚人人投降 我真的能够明白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的人生 来到了一个困境绝望当中的时候 你该做的也做了 你不该做的也做了 可是人生又打回原形 还是一样 二十多年过去的 十多年过去的 拜拜拜的那么久 你有什么改变吗 一点都没有改变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向神承认你的软弱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向神承认你生命中的绝望 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向神承认你真就是一个绝望的 一个罪人呢 当你向神投降的时候 神在你生命中要开启恩典之路 就好像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一样 我知道一个人 不管多么样的对自己失望 多么样的羞耻 或者怎样被世界遗忘 觉得自己不重要 但我要告诉你 人最终还是想要活的 人最终还是企图要活下去的 如果你想要活下去 你心里面还有叹息 你心里面还很不甘愿 但是你好像什么都不能做 你觉得人生好像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我要鼓励你今天向神投降 决定来相信耶稣 当你来相信耶稣的时候 你会看见神在你生命中 开启了恩典之路 神为你预备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人 不仅如此 有一天当你经历了神的恩典 你要跟我一样 我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 有这么好的消息 在这绝望的世界里 我们不传福音是不好的 我们应该去告诉这世界上 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绝望的人 我信耶稣以后很迫切地传福音 在我身边的人都跟他们传福音 我告诉他们我自己生命的故事 我告诉他们在绝望中我怎样遇见神 我跟他们分享神怎样祝福我 给我的恩典跟怜悯 每次我分享完他们的眼睛都发亮 他们说这话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你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开始 神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因为你还没有信耶稣 当你信耶稣之后 生命中真正精彩的日子才开始 Amen 让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谈到福音的好消息 我们就何等的兴奋 一个人不管如何的绝望 其实内心还是想要活下来的 虽然嘴巴里不说 但内心的绝望的光景 我们自己是知道的 我恳求你帮助 今天所有绝望的人听见这篇信息 他们能够向神投降 放下我们自己 能够开启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之路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第一件事情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求主挪走我们内心的骄傲 能够真实地产生我们的软弱 能够完全地降伏在神面前 祷告奉耶稣绝 祷告奉耶稣祷告奉耶稣祷告igned 咱也及犯献śl 如平 social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耶稣你说你阻挡骄傲的人 你赐恩给谦卑的人 耶稣我们相信谦卑的人主你必拯救 耶稣今天早晨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柔软我们的心在你自己的面前 主啊让我们的心意可以完全的降伏于你自己 主啊今天早晨帮助我们 让我们用信心要来领受你的恩典 耶稣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你天上而来的恩典 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以慈爱恩典围绕我们 谢谢你以无限的宽容接纳我们 主啊这时候还在来到你面前 主啊我们常常有那个影儿未现的骄傲在我们的里面 看来好像没有但却是有 主啊这时候我们要福福在你面前说 求你调整我们 主啊若有那个自己都搞不太清楚的骄傲 你这时候就显明让我们能够知罪 主啊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所所做的这一切 若没有你一切都是虚空 主啊求你调整我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福福在你面前破碎自己 让你重新雕塑 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好庆明 主啊我要天天来到你面前 味道自己这样的一个主啊 这样的一个骄傲的这件事情来向你祷告 没有一刻是放松的 因为我们常常不小心就会起来这样的一个骄傲的心 主啊我们这时候就祈求你怜悯我们的主啊在这样的一个软弱 帮助我们常常提醒主啊有你的话语来提醒我 圣灵来提醒我 好叫我愿意柔和谦卑顺服在你的里面 完全降服于你 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第二件事情让我们能够回顾神在我们困境中给我们的恩典 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想神曾经在困境中给我们的恩典 信心就会增加了 我们一起为过去的恩典我们经历过的 我们同生的开口来感谢我们的神 同生的开口 耶稣祝福 主啊我们来回首我们过去的日子 我们来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 主啊不管是高山或低谷 我们走过的死因幽谷或者是那迦南美帝 主啊都是你给我们的 主啊在高山低谷的时候 主啊在我们不如意的时候 主啊你要磨练我们的心智 考验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来仰望你的时候 我们更加有盼望 让我们在顺遂的时候 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 这是你赐福给我们 祝福给我们的日子 谢谢主 让我们真的凡事谢恩凡事祈求在你面前 向你感恩 谢谢主 恩典的神我们要来赞美你 主啊为了我们过去所行走的每一步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因着你的恩手总与我们同在 主啊你不认凭我们或偏左或偏右 你总是牵引 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 走在这条你为我们命定的道路上 主我们赞美你 我们真的说对你的赞美 真是口舌诉说不尽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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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第三个祷告 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在这个星期打一通电话 写一张卡片 关心你的邻居 向他做你自己得救的见证 我们把福音要传出去 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同神的开口来祷告 主那传福音帮好欣喜人 他们的脚宗是喝等的加美 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命令 是去 主动的去 是万民做你的门徒 主愿我们有这么一个心志 能成为一个主动积极的人 好叫这好消息 真实能成为这世界的观和言 成为这世界的希望 谢谢主 是的主你说 恩典是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的舍去 耶稣我们求主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 报好消息的人 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主啊能够在人的面前 做你美好的见证 耶稣我们求主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时常把祢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做的那奇妙的事 能够向我们身边 还未信主的人来传扬 耶稣我们相信 有更多的人 他们的生命 即将回转到祢的面前 谢谢你耶稣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 最绝望无路可走的时候 也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刻 主啊那拿走我们的骄傲 拿走我们的面具 让我们真实的向神投降 像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一样 当我们向神投降的时候 要开始进入到恩典之路 神啊你绝对可以在一夜之间 可以翻转我们的人生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人生命中 都是属于你 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生命每个清醒 都是属于你 我的力量 我的渴望